那前后三名工资 其实关键地方就是这个 信号 OK 然后前面是要找的 就是跟这个产业 这个产线有关的 所以找这边 是的话帮我把这个加重起来 OK 那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我今天呢 假设把它转换成BBA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范例 顺便讲一下有关 累加的部分 什么叫累加 就是说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我把这个东西 帮我先怎么样 存在一个变数里面 有没有 然后呢 再如果这个又是了 那再帮我把 那个变数里面的值怎么样 再去加下一个数字 再帮我存在那个变数里面 最后呢 我就把那个变数的结果 丢到这里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工作里面也蛮多啦 就是说 我如果要做那个 这个数字的得加的话 那如何透过VBA来撰写 也就是如果今天呢 我不要用三米范数 要需要用什么 VBA帮我直接撰写 特别说 这个地方不是叫你丢公司 因为丢公司没意义 丢公司等于是直接还是用三米范 我们是希望怎么样 直接如果在VBA撰写完 然后把结果丢过来 那怎么做 其实特别注意 这个程式也并不复杂 但是主要是要让各位了解什么 如何在VBA里面 做出那个所谓的 累加的动作 那当然第一个啦 我如果要做这个 VBA的部分 程式大概一 For 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一列 为什么 接下来配合一个 所以我前面讲过 你回圈加逻辑 逻辑的话就是说 如果它的Sales的I列的A栏 的前两个字 是什么呢 是产线的话 前两个字嘛 前两个字的话呢 那就用Labs Labs抓它前两个字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产线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同一列的C栏资料 帮我放在哪里 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等到全部都累加完 一个 这个是 然后这个也累加 这个也累加 累加完之后呢 最后帮我怎么样 把累加的结果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大概的逻辑是这样 程式并不多 大概就一个回圈 加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再加一个那个累加 最后就是把资料丢出来 程式就写完了 我是建议啦 真的你为什么要特别 把这个逻辑讲清楚 主要是因为将来你工作 如果可以很流畅的 就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就是你的问题按钮就做出来了 其实这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 因为程式说真的记载多背载多 导不如直觉可以写出来是最好的 OK 所以我先强调就是 那怎么把这程式写出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理论上有些部分都写过了 那我大概把程式给各位看一下 刚刚讲的部分的话 一一样是插入一个模组 跟前面一样 二的话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sack 然后我做什么呢 接下来 其实大部分都一样 因为这重写 因为这有些是有注解 OK 那一样 for i 等于什么 第二到十一 这个OK 大概十一你可以向下追踪 逻辑的话 如果什么 所以打一个if if什么呢 先把这个储存格的资料放过来 所以前两个字就在laps laps 然后哪一个呢 sales 那个储存格里面的i列的哪一栏呢 我a栏里面我主要是a栏 然后帮我把前两个字d0.2 如果它两个字是什么呢 如果是产线这两个字的话 那表示说呢 这个是我要累加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产线 输入上去 然后前两个字 如果是的话呢 空一个laps 然后做什么 就累加 enlaps OK 那怎么累加特别追好 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变数 叫上好了 或者其他名称都可以了 叫上 上等于0 预设值就是0 然后它可以帮我做什么呢 如果当它是的话 就帮我把那个 它的c栏 放在什么呢 上里面 特别 所以上怎么累加 特别叫 上自己本身 等于什么 上自己 加上那个什么 你要加的东西 这个叫累加 上加上什么呢 c栏的东西 就这一个 就我拖揽一下 拿那个上面这个a栏 来改个c就可以了 这边改个c OK 这样子 意思是说帮我把 什么呢 4903 跟0相加 加完之后放到前面 那上的话就是 把资料存起来的意思吧 OK 所以这个就累加 也就是每一个每一个累加 累加完之后最后怎么样 所以哦 全部检查完之后 上就是最后累加的结果 那最后我要把结果放在 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这个储存格刚才讲说 这个储存格就是12 12的储存格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那你可以用sales 不过 我觉得比较直觉用range range的话呢 直接可以打个12储存格 12怎么样 等于上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大功告成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上的角色就累加 累加完之后 再把结果丢过来 试一下 OK 最后做一个按钮 按下它 结果就出来了 OK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主要是做那个 累加的程式撰写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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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